啊 啊好吧 所以说 换了另 另条线路 但轻轨又来了 我 你真的是我哥哥 哥哥哥 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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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轨真笨呀 真笨呀 啊 呃 这个地方真的没有问题吗 那全是轻轨的血 还是体 暴风雨 暴风雨前的凝静 我就知道 哎呦 还两个呢 谁就病啊 大家好 我不知道啊 那么今天呢 来玩一关老游戏 青鬼2老视频啊 这个篇章终于来录制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上次录的这个游戏呢 已经过去一年了啊 是去年的时候录的这个左廊的篇章 啊 然后我们在左廊篇章的结尾呢 然后看到老师原来还活着 看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的结局又是什么 那么视频看完写的话 希望可以点赞多的篇章 虽然能拜托各位了啊 直接开始老师评论 哎呀 阿桃将赶紧吃饭呢 真可爱 你还真是喜欢那个家伙呀 哎 可是他很可爱啊 确实 我也觉得他挺可爱的 话说回来 你得帮我打扫吧 那从这两个女生对话来得知呢 今天是他俩来指日啊 啊 这个饲料用完了 我得要去附近的教室找一找 哎 等一下 你的扫除呢 真是的 啊 终于结束了 结果还是我一个人打扫了呀 好 那么我们这个篇章就从这里开始 大家可能会好奇 哎 这个女学生的头像 怎么和我们那个老师那么像啊 那没错 我们这个老师片啊 那我今天有稍微试完一部分啊 可以清楚现在这个场景呢 是在老师年轻的时候 那么今天他和另一个黑发女生指日 这个黑发女生 他跑掉了 耍赖啊 一起指日 然后跑掉什么的啊 这种东西也太真实了吧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鼠啊 这个老鼠叫啊 陶驾啊 就是我们前几个篇章 一直有个白色的小老鼠嘛 就是他啊 所以说这个篇章也会讲讲这个老鼠的事情 那么这个老鼠呢 它肚子已经很饱了 它躺在那睡觉呢 啊 我们也算是打扫完毕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教室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调查 调查不了啊 那我们出去看看 我估计要去找那个黑发女生看看 哎 在外面呢 有一个学生 哦 你打扫了空教室吗 你可真辛苦的啊 左边还有一个门 这里呢 是在维修啊 只能使用楼梯 所以说这里应该算是个电梯啊 兄弟们 啊 那我们去右边看看 此路不通 哎 这就是那个黑发女生 这个黑发女生 骚了一下就跑过去了啊 那个脚底下应该是有滑轮吧 那么那么快 他说对不起 有没有饲料给我呀 嗨 我们叹气 其实感觉这个黑发女生 和我们这个老师的关系 应该还是 闺蜜那样子吧 然后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感觉 冤种朋友 是不是 我们上去看看 哦 这是教室啊 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学生 他怎么躲在这啊 问问他 喂 学校可不让人带电话呢 哦 你是老师吗 对不起 原来是你这家伙呀 真的是吓死我了 嘿嘿嘿 我学老师学得像吧 那这里我们这个年轻版的老师呢 恶作序理一下他的同学啊 给他吓坏了 话说他以后就会成为老师不是吗 这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哥们 你好啊 在努力的学习 我们老师吐槽说 哎呀 真不会是酥呆子啊 将来可能会成为老师的吧 那你 你以后也会成为老师的呀 这样的内容看起来蛮有趣的啊 不过这个桌子和凳子怎么搞得跟迷宫似的呀 嗯 这个女生呢 把路也堵住了 然后他吐槽说啊 男生呢 为什么总是那么有精神呢 确实确实 明明是休息时间呢 也根本不休息呢 就随便吐槽 那这里走不了 我们往左边走 这里也上不去啊 我看能不能推一下 哦 这个凳子可以推 然后踩着凳子上来的 这个能调查吗 这个雕像说放在这里的话 迟早会坏掉的 这边有两个男朋友在干什么 你好啊 看起来是很热血这种男孩啊 你好呀 那个能不能让我过去呢 啊 他把这个路给我堵上来 那真是太对不起了呀 现在 我们现在在热烈了战斗中 他们现在干什么呀 哦 第一个是给他挠痒痒 第二个是啥也不干 哦 我们从下面过来的话 会有不一样的对话 他这里是 哦哦哦哦 啊 哦 这是在掰腕子 好吧 因为他现在在掰腕子吧 我们挠他痒痒 就能过去应该是 啊 倒一下嘛 别这样 别这样 啊 你可真过分啊 所以说挠了痒痒 他就失去了力气啊 他们这个就完不成了 哈哈 你可别怪我呢 可恶 嘴上说的可恶 还是给我让路 还挺乖的 意外的觉得 过来了 终于过来了 累死我了 嗯 没有呢 这是那个黑发女吧 喂 等等 嗯嗯 没有呢 没有呢 结果还不是我一个人干了活 怎么说你也要倒个垃圾吧 啊 你辛苦了 无论是哪个教室 都没有找到饲料呢 我们很无语 这么说的话 那大概屋顶上那个仓库 应该会有吧 啊那不就是秘密基地的地方吗 谢谢你 我要去了 哎 等一下 倒垃圾啊你 哎 看来这个黑发女又跑掉了 那腿跑的时候真快啊 飞猫腿吧 就叫他 真的是 那他没有办法呀 这我挺好奇这个黑发女叫什么名字的 我们就叫他飞猫腿或者是黑发女啊 就这样子吧 简单一抖啊 我右边走啊 这边还有个 哎 这个柜可以躲吗 躲不了了 哦哦 这边是楼梯 调查一下 这里是不会进去的 哦 这边好像是有火警 他说哎 还是别按了吧 还有两个单同学 他说没事吧 这个电梯使用不了的 非常的不便利啊 哦那么说一开始有个地方好像在维修 让我们使用楼梯 那个地方应该就是电梯啊 他说老师的年代比较古早吧 那个时候学校里就有电梯吗 呃 去右边看看 哦 这到屋顶了 能看到黑发女在那边啊 然后这边的台子是 一二 啊 就走了 然后我们说 妈 呃 从这边过去的话就只能这样子了 什么情况 啊 这是跳房子吗 那么我也 哎哟 啊 就跳过来了 啊 这样程度的话还是可以的啊 啊 我们过来了 哇 怎么回事 这个女的怎么过去的 这边的距离有点远吧 好痛啊 我碰到鼻子了 哈 啊 呀吼 他在跟我打招呼啊 这个黑发女 这里怎么跳过去的 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你这个黑发女你是蜘蛛侠是吧 反正是我的话是不可能这么跳过去的 那我们来找找什么能使用的东西 这个木板我感觉就能调查好不好 啊 啊 就知道 那那简单呀 把这个给它搭过去是不是 哦 这里使用不了 我还能跳回去吗 哦 还可以跳回来 就是我只能跳一格这种感觉啊 看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其实挺突兀的 刚才想先调查这边的啊 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 怎么啊 是绳子 肉脯 跟这个男生说话 啊 我们直接就问他 你有什么呢 啊 有什么 有什么 他有这个园艺用了什么道具 给了我一个 萧草用的这种这镰刀好像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绳子可以把木头绑上 那么这里说这个绳子比较长 绳子比较长的话 我们可以用镰刀搞一下 这里使用不了 哦 绳子把这个木板给固定住了什么 还是使用不了 这里老师说话了 说还需要一步就能踏上去 呃 那可能是在这里使用了 试一下 老师说 果然啊 估出来这些绳子呢 就这样子就太浪费了 也就是说绳子绑在木板上 会有多余的绳子出来吗 然后这边就把这个放上去了 我上来 跳了过来 能跳过去吗 刚才剩下的绳子能用吗 哦 我应该还没有操作 在这使用 啊 OKOKOK 然后在这里使用绳子 把绳子放在这个镰刀上 呵呵呵 感觉有点酷呢 这样确实挺酷的 然后丢出去是吧 不是我想吐槽一句啊 为什么拿个饲料这么费劲呢 还在屋顶上来回跳房子 这很危险的呀 哦 他把这个木板给拉过来了 然后就跳了过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过来了 好危险呢 等一下这个黑发你又不见了 他都是等等我呀 反正这姐妹不够意思呀 那反正这边有门可以进吗 我们去看看 这边变得好乱 这边是荒废的学校吗 这是多年前 吹奏部的演出的那种海报啊 这个可以接下去 没什么用啊 我们随便调查 哎 黑发女人在这呢 等一下啊 先调查一下这边 上面写着说有多少年前的这个毕业生呢 他们并排在在一起 是可能是谁忘了东西是啥呀 可能是合照之类的吧 这上面还堆放了很久以前那些杂质 像是垃圾堆那样 那这个地方应该算他们的秘密基地吧 是不是 这个是大概是答案吧 这边是折断的地方被修好了啊 一个架子 又不知道是谁从这个垃圾场里面捡过来的吧 之前也不知道是谁把那什么土柜拿了过来 这个秘密基地到处把垃圾都带进来什么 那放了很多奇奇怪的东西 这个柜子的话就是也是进不去啊 没事老师 未来你有的是柜子可以去进啊 轻微会和你玩的 这里看看黑发女的干嘛 那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 安静一点 那么今天晚上就要做最后的确认了 燃起来了呀 那么今天晚上就在废校的门前吧 等等 是什么有趣的事情让我听听啊 等等你 我们一起也要跟着去 什么叫做我们啊 我也要去吗 哈哈哈 我这个黑发女挺能捣乱的啊 结果应该是这两个男生要去探险 黑发女的话就是自作主张 然后把我们这个老师也带过去了 哦 回到了现在的时间点啊 那这里是我们正片的男主啊 黑老贤啊 他说哎 老师果然也 这男主以为老师应该是死了 他就直接走掉了啊 结果我们老师是晕掉了 刚醒过来 哦 这里是这样了吗 我晕掉了呀 刚才 BGD动起来了 我记得是这里呢 啊 我 我靠有个暗门 老师知道这里有个暗门 所以老师肯定不一般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学校就是老师年轻时候待的学校 那老师是应该知道一些秘密的 因为他知道这种暗门啊 他知道这种暗门 那为什么不拉着大家 一起去躲轻轨呢 我们要再去看看后面的发展啊 网上搜一搜 这边这个柜子应该是可以进的吧 啊 刚才在那个回忆那里啊 柜子都不能进 我倒好变腻吧 感觉能进柜子才安心的 哎 得到那个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个什么手电筒啊 之类的 我们拿这边换装 我这边路断掉了 我前面路就一片漆黑 能看到这个有轻轨的液体啊 很鬼啊 这个地方 走吧 左摆股楼梯 下去看看 好久没有见到轻轨了 感觉什么时候想要说上一句好久不见 现在是想念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看这个书架后面有一个红色小按钮了吗 得给我眼睛尖啊 按下了按钮 怎么这么多机关呢 这样子的话 这个桥就有了 感觉老师就是知道这些机关的好不好 老师说这里的水满了呀 是谁在别的地方把这个水位给调了吗 然后我们就下不去 虽说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水位给它降下去才行 先往上看看 哎 等一下 有一个小点干跑过去的 是不是那个老鼠啊 这是那个孩子的窝啊 就是 阿陶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跟着那个老鼠走啊 老鼠跑哪里去了 好像是下去了 哦 这边还有路 嗯 那这上面有按钮呢 这是电灯的按钮 哦 我们可以把电灯给它关掉 哦 先打开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电灯是要来干嘛的 这边有个牢房 感觉轻轨就要出现了呀 马上 看这种浴门我就想到轻轨 又按了一个按钮啊 这按钮的时间太大了吧 吓我一跳 动不了 难道是坏了吗 总之啊 我们必须要找到 前往对面的那个路啊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有个发光发亮的东西 怎么搞 怎么搞 哦 我碰不着 哦哦 等一下 这里有隐藏的路 隐隐约约能看到啊 找了一把钥匙 这个路藏了 根本就看不见 你必须仔细看 这个钥匙是用来 呃 哦 这里写着插入钥匙 然后这里 我们使用钥匙 会怎么样吗 哦 这个水位有变化了 这一回能下来了 哎 没错的 你这个路会往拖上哪里啊 哦哦哦 哎 我看到那个老鼠了 那个孩子 没有这个桥 我们怎么才能再上到那边呢 我也不知道啊 但这里有个石头可以推 哦 这上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下面下面啊 下面走不了 这个石头是什么情况 不太懂 先上去看看啊 这里感觉非常的暗啊 但是勉强呢 还是能看到一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窗户吗 这里好像有个什么架子 但是因为太阳还是看不清 话说我刚才兜里有道具不是吗 哦 这个 得到了装有粉末的瓶子 什么声音 啊 追逐刹 不是不是 我晕掉了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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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哈哈哈 等一下是这个 蝙蝠版的轻轨 我一下有点懵了 这次这个轻轨长得有点奇葩 讲道理 哎哎 我键盘又失灵了 别搞我别搞我 我键盘又失灵了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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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错路了 哎呀 这个路真难走啊 没追了吧 终于 话说我刚才拿到一个粉末的瓶子 这个粉末瓶子用在哪里啊 嗯 老鼠又跑出来了 难道是在这使用吗 我们这里把瓶子打开 然后把粉撒了上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追它了 我们刚才那个拿到那个粉末 应该是荧光粉啊 那也就是说这个荧光粉 又撒到这个老鼠身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追踪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里要把灯给闭上啊 啊 能看到足迹了啊 果然如此 看一下 跟着这个足迹走 他去哪里了 哎 他走上了这个墙 这里 这边有风 哇 这是个隐藏道路 你说合理吧 其实也不是太合理啊 反正 就过来了啊 那老鼠是跑到左边这个洞的位置啊 右边是干嘛的 这里啊 通过来 可以 那我调查一下 这是那孩子的别墅 这个非常的老旧了 有很多资料啊 感觉调查这些文件什么的 他不会写太多东西 只是说 老旧的资料 没有用的资料 荒废的资料 这种 这里反正我目的是上去是吧 那我们调查书架呢 也这里也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东西 这种都不想调查了呀 说实话 我现在在这儿从个档吧 哦 看看 哎 7月8号有一个女的 10月2号有两个男的 啥意思 嗯 这边有轻轨的血迹 我有不好的预感 为了继续前进 这个 哦 得到了钥匙 保管库的钥匙 保管库跟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啊 是这儿吗 前面这个并不是出口 应该是去准备探索探险 啊 这钥匙自动使用了 啊 那挺方便的 我都看见了 不要开玩笑了 他有两个人 这是之前的回忆的时候 这两个男学生嘛 看来啊 要来这儿探险 你在想什么呢 赶紧要离开这里啊 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啊 我们点点点省略号 回过神来看 这里已经没有那两个人了 是回忆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那天探险 到底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的轻轨吗 为什么这两男孩 会被关起来呢 我不是太懂啊 能进去 我想进去调查看看 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调查耶 哦 老师 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活着能回去 哈哈哈哈 终于太好了 这这个人又是谁啊 我没见过他啊 他叫我老师是吗 难道不成我们这个老师 他在他真正成为老师的时候 把他的学生囚禁在了这里 我们这个老师 难道他不是个好人 哎黑发女 哎黑发女 省略号 他不在这里了 这种物事人非的感觉啊 快点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了 经过这里啊 我们的记忆有伤心头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记忆 不懂啊 但照理说 我们在一开始回忆的时候 老师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 和三个小伙伴一起来探险 怎么会变成研究轻轨的人呢 我不好说 我都在瞎猜啊 这里可以直接出 完了完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哈哈哈 一出去有个轻轨的巡逻 哎 这回没有轻轨了 看来这个轻轨 应该是按照时间刷新的机制 并不是说一定会触发的 哎 这里好像有密码啊 124 6 哦 记一下记一下 这边有艺术家的画 去左边 好长长长 我们现在目的 应该就是逃离这里哈 老师应该他自己知道一些密道什么的 这个地方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全是轻轨的血 还是体 然后照片也都变成轻轨了 轻轨这么有空还给自己拍照 挂上去 暴风雨 暴风雨 前的宁静 哈哈哈 我就知道 哎呦 还两个呢 谁就病啊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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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一个走位啊走位 宝贝们想你们了 快来追我呀 你们跑得有点慢哦 等 等你们一会 哎 距离产生美 别跟我提太近啊 学弟们 距离产生美 哦 从从从 还追呢 还追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哎呀 没有追了 他不会又来吧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哦 等一下 这要推石头 呃 啥意思 要把这个石头推到上面的按钮吗 他的这个 死路啊 怎么办 就往左边先看看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哦 这里要推吗 这按钮什么意思 石头回到了原先的位置 再往左边看看呢 哦 这里有一个 没有反应 这个机器可能是故障了啊 把这个停了 然后这个门呢 有必要是去打开 所以说 我们要打开这个 应该是刚才那个解谜 我觉得 呃 这肯定也推不上去啊 哎 这个石头动了 所以说这两个房间的石头的位置是同步的 是吧 哦 我明白了 我推错了去对不对 往右边推的话 我这边就是 会是死路 让死路先回到原先的位置 我该往左边推 啊 往左边推才是对的 哎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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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 气鬼为什么会刷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还在怼着那个酒路疯狂的走 然后吓我一条 哈哈哈 轻轻怎么会刷在那里 呃 他还没有出来追我 神经病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了啊 就是往左推嘛 他这个石头就会到这边 啊 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啊 啊 好的 那么好像下来了呢 我感觉这个时候要刷轻轨了啊 我已经有几分钟没有遇到他了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让我过去吧 啊 是吧 青鬼宝贝 我这是什么 青鬼之山 青鬼的肉山吗 哎呀 你好啊 你好啊 哇 这是青鬼的合成物吗 来来来来 哎 走位走位 然后我绕过来 他必刷在这的 啊 这是电梯 哈 哈 怎么会 还有那样的家伙在这个电梯前 跑到旧校舍的屋顶啊 我们就能逃跑了 就差一点了 所以老师是知道一个秘密出口的吧 他逃离这里 好又回到早期回忆的时候了 老师年轻的时候 他们当天晚上来探险 那这里是黑发女说话 哦 这么大的建筑还真有啊 我这里理解成应该是说这个建筑吧 这应该是男同学回复黑发女啊 说不不不不不 真是超级然的呀 讲真 哎呀 累死我了 为什么我也要过来呢 啊 嘞嘞 啊 嘞嘞嘞嘞 怎么了 这次又是怎么了呀 阿桃不见了 他去哪儿了呀 啊 他把老鼠也带过来了 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呀 等等 我要去找一下 哇 这个黑发女到处乱跑 去找老鼠去了 等等啊 等等我 然后这里男同学走出一步说 真的是 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过来啊 嗯 不对 什么情况 哦 哦 这里是老师跑回来了 把轻鬼带过来了 留两个男同学在这发懵啊 哎哟 哎哟 回忆结束 哦 所以我的理解是黑发女去找老鼠 结果遇到了轻鬼 然后这里轻鬼追着老师回来的 呃 应该是把那两个男同学给卖了 然后我们坐电梯到了 一进来就是一个轻鬼的雕像 那我想知道这个轻鬼这个雕像是 谁搞的鬼呢 这个雕像的肩膀上写着救救我 我们省略好点点点 不过我们录了那么多些实况也知道 这个轻鬼呢 反正能感染人 让人类也变成轻轨的 我先往右边走 看看坏了 又轻鬼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电梯能不能进呢 不能进 OK 我们独当回来了 这回来右边啊 这次没有触发轻轨啊 这边好多房间都可以去啊 先到最里面的 哎呦 那么这么多房间啊 这里啥也没有 哎 这个地方怎么看那么眼熟呢 所以这里是旧校舍 也就是我们回一开始的这个地方 那往右边走的话 那确实是楼梯 呃 那刚才 那这边是有一个 果然这里就是老师片一开始回忆的地方啊 我们当时在这边就是喂老鼠嘛 对不对 应该是那个黑发女喂老鼠 这个笼子还在这 为什么这中间会有个这么巨大的洞呢 哼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 柜子 可能跳下去吗 跳不下去 走吧 那我们现在好像要到屋顶的 然后又逃走了 来 上来了 已经破烂不堪了 但是还是可以用吧 哦 木材 居然还有木头 这个木材不会是老师当年放的那个木头吧 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呃 这里 哎 这是直接可以走的呀 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启的时候啊 这里我们不得跳过去吗 我以为这边就是两个楼之间 然后中间是一个空你知道吧 啊 所以说这当时是装了水 现在是水没了 所以直接可以在这里可以走 哦 原来如此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靠 这都是轻轨的液体吗 流了下来 轻轨的是不是在上面被砸成汁了呀 这里有个房间 这个房间还是不要打开比较好 哈 那我的木板能用到哪里去啊 哎呀 轻轨来了 我谢谢你 跟他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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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绕几下 多绕几下 我靠 看到吗 这里居然有路 总之我们先进来 存了个档 下来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一下 木材吗 使用不了啊 右边 是不是快到结局了 我觉得 感觉有点像 哎 哇 怎么蝙蝠 你又来了蝙蝠啊 他是不是在树上啊 刚经过那个树他立马出现了 吓我一跳 哎 他走的结性吗 这是 这个青鬼还有个獠牙呀 他能变成吸血鬼吗 他应该就算是吸血鬼吧 所以说这里有条路 哦 看这有条路我没有看到了 刚才 哎 哎 哎 我怎么被困住了 怎么走啊 怎么走 这就怎么办 能不能遛他 咋办咋办咋办 哈哈哈 我居然躲过去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躲过去 就通过来回千万房间 把这个时间给他扛过去了 这也行 先存打 好的 那么 这里很扯但是 啊 这里要按一下 他就可以可以走了 啊 我跟他笨蛋了 哎 没关系 反正躲过青鬼了 上面有个门 嗯 这个门感觉不对劲呢 闻到了可疑的味道 这里呢 老实说我们要去屋顶 所以这个路是走不了的 唯一的道路就是这里 哎 这个路看了很眼熟啊 啊 他确实是上屋顶的路 在正片里头有这个路的 好的 这样就可以走的 我们走吧 卓郎 啊 说这句话的 应该就是我们正片的男主 Hiroshi啊 啊 这个时候和卓郎一起上了这个屋顶 但是卓郎后面会变成了一个轻轨 原来老师正好就跟在后面 啊 这个声音是 看来是出事了 我们跟我去看看 啊 看到轻轨了 原来卓郎君也变成了轻轨 老师溜了 哎 跟过来了 卓郎 挺灵敏啊 发现了我的存在 我今天我就 瞥了一眼 我靠 从这走 结束了 哦 结束了 好 屋顶没有问题 嗯 这是剧情 呃 这里说是消防楼梯走不了了 吧 然后就只能走其他路了 那画廊的深处我们去看看吧 难道那边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啊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这边吧 啊 对 这边有一个画廊 哦 这是剧情自动行走 自动出发 我记得是这里呢 啊 认证中 又有个密道 好家伙 这都行 我那么感觉是老师把这个学校给改造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现在用轻轨载子做实验呢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学校确实机关超级多 正常学校不会有这么多机关的 我怀疑是个老师改造的 是什么 啊 电力不足 这故障呢 看来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的换成预备的 我们先去左边看看啊 左边这个是发光发亮的 那这个电源还在啊 然后碰这个电线可能很危险 我会死吧 先存个档啊 我死个看看 来 没事 那这里 从这里要到对面的那个电源装置那边 我们需要木板就能做成桥 我有木板啊 早说我还想我的木板用在哪里呢 这样就可以过去了 不是我们现在这是一个什么解谜 我不是太懂啊 这个贵能调查吗 哎 笑不笑 得到一个铁桶啊 我们是不是在这把电源给它关了呀 我虽然想停止 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电源按键呢 哦 所以我是不是要让这个铁桶接一点水 然后把这个电源直接给它毁了 呃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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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我哥 完了我没录了 我没录 你总会在这种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啊 我真是谢谢你 真讨厌 哇 这都是火灾啊 然后说这个灭火器和用什么铁桶浇水什么的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咋走咋走咋走 这里是不是有水 这个应该是水 没错的 那我们应该要把那个铁桶拿过来 然后来这边接水 好得到一桶水 我们 把水浇过去 电就灭了 好像停止了 那我们这里把电源灭了 然后现在要干什么呢 之前是想要上去上不去的 所以可能是上面有东西 那这个装置好像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接触不良啊 我们需要一些金属 金属那不就有铁桶呢 直接这样用哦 电源装置的电通过这个金属铁桶呢 来回复了 啊 啊好吧 所以说 换了另一条线路 但是轻轨又来了 我你真是我哥哥 哎 嘿嘿嘿嘿 轻轨真笨呀 真笨呀 我身上是吧 还能给你拍个照啊 还能拍个照 哈哈哈哈 呃走了 老子溜了 啊 等会等会 多等一会啊 然后我出去 他应该就不在了 哎 不在了 嘿嘿 真好 真舒服 这个轻轨太傻了 你们刚才看我慌了 实际上我没有慌啊 我都是 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好吧 我是装作的啊 我是大致若鱼 呃 但是这里我还是过不去啊 怎么办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屏幕吧 这边电源启动之后 说B区发现了火灾 它自动灭火了 啊 那这个很强啊 哦 解决了 因为毕竟说这边的火不是用水啊 没有气息能解决的嘛 哦 这个可以推 呃 上面有这个电路的 但中间断了一茬 我应该要把这个铁桌子推过去 哎 舒服 哎 这门开了 能溜啦 离开这里啦 感觉会有追逐站呢 我怎么觉得 你看这个长龙 我就知道 哎呀 卓狼你真险 你怎么又来追我呀 我可以往右走哎 哎呦 等一下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这 卓狼这个轻轨怎么变丑了呀 卓狼他没变轻轨之前还挺帅的 啊 哦 那这里我们只能跳下去的意思啊 跳下去 哎 啊 这 这不摔死的腰啊 我也是纳闷啊 为什么这个学校里到处都有这种可以跳下去的地方 而且跳下去的人呢也都没事 这个学校有各种大骷髅 是谁造成的也不知道 哎呀 总之我们这个老师应该是活着的啊 那直接这个篇章在这摔死了 我觉得就太幽默了啊 太诙诡了 这里床档打 话说怎么还没有结束 我以为已经解决了呀 呃 左边 没路 右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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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这声音吓死我了 这是什么声音 哎呦 玩轻鬼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这个尖叫音响 啊 怎么又来了 完了 死了 我们老师还说了一句可真烦啊 走走走走走 下来 漂亮 逃离这里了 yes 等等 走到嘴上了 哦哦哦 老师跑掉了 我这老师跑的好快 也是飞毛腿呢 那祖狼 啊后面这是 武啊 还有美香 一家人 所以老师是活着了 逃掉了啊 那这又开始讲故事说说很久以前啊 离这个市区比较远的那个学校呢 就突然就封锁了 就为什么会突然封锁呢 这个理由呢 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但是呢在人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传闻的啊 说是在废弃的校舍里呢 会出现这种蓝色的怪物啊 就是轻鬼嘛 哎 这里有一个新的角色啊 也是个男学生 可恶不行呢 明明是为了试载才进入这个学校 为什么他们会被关到这样的地方 这个场景大家不觉得眼熟吗 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轻鬼啊 一开始呃 所在的一个场景吗 这也是牢房吧 等等 我们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总之 先整理一下吧 首先呢 老师为什么也会在这呢 老师在这里说 我看大家都进入了这个废校呢 所以我很担心我就一起追了上来 这和我们轻鬼二正片开头的地方 这苏词是一样的呀 这么一看老师像是幕后黑手一样 我也是一进了这个学校呢 就一片漆黑了 很有可能是老师通过什么手段 把这些学生给搞晕倒了 然后放这个小监狱里头 像在做一场轻鬼的实验的那种感觉 老师偏玩 这里感觉有更多的阴谋了 解答了一些东西 但是也有更多的疑惑出现了 我们这期呢也是努力去翻译了一下 我感觉还是有一个地方翻译的 可能不是太到位啊 总之呢如果有什么错误呢 或者是对于剧情的一些探讨 希望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下次这个篇章 我先来到这个主页啊 下次的篇章应该就是校长篇啊 但听说这个游戏还有个隐藏篇章 叫做阿陶篇就是老鼠的篇章 老鼠的篇章呢 我们就留在最后去录吧 下次我们录的话应该是校长篇 那我看到过有些观众还会问啊 这个青鬼3号会不会会玩 我的答案是可能是会玩的 但是许期先说那个 不如先把我们眼前的目标啊 青鬼二线的话就搞蛮街了啊 所以感谢各位观看 我会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